欢迎回到观点假新闻 新北市新巴士站牌 沿用之前的系纸社区巴士 已经用了好几年 旧版的规格 只有一般公车站牌的三分之二 自野小民众看得好吃力 所以政治系纸期公所 也针对了新巴士的站牌 全面更新 比照公车站牌的大小 预计明年元月15号之前 要全部完成 新北市新巴士 每天搭乘的人好多 目前18条路线 31部车走遍系纸大街小巷 尤其系纸山区道路好多 也让没有公车的偏远地区 出入好方便 不过抬头望去 这站牌规格真的不大 跟一般公车比起来 只有三分之二的大小 里头的字体也偏小 老人家看了好吃力 不过走进细平路 现在全换上了这新版的站牌 各区的车牌 都比较小时 也比较小时 但是一些比较多的人 来单车的时候 根本就一直都看不出 但是现在 全队还是都换新的 换新的又再比较大 还有日子也比较大 也看得比较不明 因为会做这样全阶更换 也是我们经过这几年来的观察 确实有比较小一点 让民众在看了可能是比较吃力 所以说我们才做这个更新的一个动作 而且有很多的牌子也确实比较老旧 更有一点也损坏掉 所以我们才做这个这一次的一个更新 因为字体太小 搭车的人要看真的好吃力 所以今年西指区公所决定全面更新 规格就比照公车站牌 民众说看起来方便多了也更清楚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啊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对不会那么复杂 大概是在今年就大概9月11月开始 我们就陆续全面性的一个更换 那我们更换的主要 就是比照那个公车站牌的一个尺寸 那大概都会比我们以前 新80站牌的尺寸 大概大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总共的面数大概有三百多面 那我们大概最晚的时间 也会在原页15号以前左右 会有完全把它完成 星巴士旧版站牌 已经中了五年左右 这次全面更新 连站牌铁支架也一并更换 预计在明年元月中要完成 就成惠灵细致财宝报道